梦想 从选择开始 请听听 告诉我你的选择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欢迎来到惊喜无限的开心词典 今天来到开心词典和小鸭面对面答题的每一个人在人生的经历当中都有特别难忘的精彩瞬间以及不平凡的经历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特别难忘的精彩的瞬间 都有特别可圈可点的某一天某一月某一年 但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四位选手呢 他们的曾经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可能我们现场啊差不多40岁左右的朋友们 对他们都应该是有深刻记忆的 他们的曾经的那一段历史那一段辉煌 可以说是和共和国成长的历史啊是同步的 没错 他们中的有一些人 我觉得有一个词特别的 有一个语句特别的恰如其分能形容他们的 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没错 最熟悉的陌生人 他们是谁呢 让首先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 掌声欢迎古小镇 有请 古小镇现在的学业是一顿 精彩的学生 来 您好 您好 欢迎你 您好 欢迎你 来 去边请 这一位必须得隆重地介绍一下 从1997年到2000年参加过700多次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 您就是那升旗手 是不是 对 旗手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旗手变成了警察了 因为旗手离开部队了 转业了 是吧 对 所以转业之后您现在是在 在安徽省太和县公安局 一名普通的警察 说实在的 我第一眼看到古小镇我还有点不习惯 我觉得习惯了他一身绿色的军装的那种感觉 除了日常的国庆的升旗之外 还有很多重大的活动 比如说97年香港回归 99年澳门回归 还有奥运会 还有党的十五大 十六大 等等这些日子里 您都是担任了升旗手 对 我在天安门广场担任升旗手的期间 总共原版完成了升降旗任务700多次 这令我最记忆忧心的 也就是1999年的50年国庆阅兵 50年 我亲手升起了五星空旗 还有就是2000年的1月1号 在这个世纪之交 我在天安门广场亲手升起了 这个从神州太空飞船的带回的一面国旗 现在这两面国旗都珍藏在国家博物馆 这样吧 我们让时光倒流 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刻 来看一段 生活记忆 看国歌 来就是您 对 甩旗子的那个 对 太帅了 太帅了 已经是十年了 但是我现在在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还是很激动 第一次接受这个任务是多大的时候 我第一次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 刚满18岁 18岁 还很年轻 现在让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学一下 您现在还能做到这么多年 我现在也过去了 甩鞋动可以做 首先脚是要多大的脚 脚要往后撤 往后一撤 对 然后把国旗 左脚在前 对 好 这样 您再来一遍 来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学 来 我们可以站起来好不好 全场我们可以站起来学习一下好不好 奏国歌 来 先是脚往后一脉 是吗 对 然后 一定要挺胸抬头 心中要洋溢着那种热情 来 我们一起坐 预备 预备 再来 一 二 三 然后敬礼 敬礼 我们能随便敬礼吗 我们普通人可以随便敬礼吗 我觉得对自己的祖国表达自己的热爱和尊敬 这种敬礼 可以通过任何方式 任何方式都可以表达 敬礼 哎 家庭梦想是什么 家庭梦想是 我妈妈最近在学电脑 想给她演一台电脑 好 一台电脑 现在呢 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位选手 胡小震的开心 对 对 欢迎小震 那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答题 首先来看第一题 男性和女性当中患色盲症几率比较高的是 A 男性 B 女性 我选A A 男性为什么 男性可能抽烟喝酒多一点 抽烟喝酒跟色盲有关系吗 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 男性 导致人类有这个色盲症的原因呢 是人体细胞的某一特定的染色体上携带的有色盲基因所致 那么 男性呢 他这个可能性就要大一些 这是基因决定的 继续来看第二题 根据心理学研究 下列哪种人更具有吸引力 A 才能平庸 但是没有犯错误的人 B 才能出众 但是呢 犯了错误的人 就是很聪明 但是时不时呢 犯点小错误 还有呢 就是很平庸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错误 哪一种人 更吸引人 答B 才能出众而犯了错误的人 为什么 人不可 因为可能 才能出众犯了错误 大家都会注意这个事 注意这个人 这会行 确定吗 确定 心理学家阿龙森等等 他们研究很多很多现象之后 就发现呢 有一定的规律 才能出众 但是犯了错误的人呢 往往被人们评价为 最有吸引力的人 你的回答是正确的 小小的错误 当然不能是很大的错误 小小的错误呢 出现在有才能的人的身上呢 让他更生动 让他觉得更有魅力 所以也更有吸引力 这种现象呢 被称为犯错误效应 这是一种特殊的 心理学的现象 好 接下来是你的第三题 来看一下 在美国哪种植物是 顶尖大学的象征 A 丁香花 B 金银花 C 长青藤 选C C 长青藤 确定吗 确定 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 长青藤 长青藤学院通常被人们 比喻为这个顶尖名校 这个是它的代名词 就是在美国的东北部 最著名的八所大学 比如说哈佛耶鲁 普林斯顿 哥伦比亚 康奈尔 还有布朗 等等等等 这几所大学 现在你已经达过三题了 那边的箱子都已经下去了 你的家庭梦想就在这边当中 你已经有机会可以试试你的运气了 接下来是第四题 是一位观众朋友给你出题 你来选择一位 商人 韩国的教师 还有大学生 还有美术老师 选哪一位 大学生 大学生 好 出题人大搜索 我搜我搜我搜 我们今天的出题人呢 一定要找到一位又聪明又厉害 然后又能够难倒我们现场选手的 真的不好找 你在给谁打电话 给我 给他 给他 我们开心此点在寻找我们场外的出题人 你现在要作为考官 跟我们的选手出道题 那我们现在汉语中使用的标点符号 到底有多少个呢 根据我国标点符号 标准符号用法的规定 现在汉语中使用的标点符号 共有多少种 A8种B16种C18种 可以数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通过数数数数是能够回答正确的 肯定不是8种 B16种 为什么是16种 猜的 猜的 那我们可以来数一下好吗 一起来数一下 可以念出来 逗号 逗号 句号 句号 先脑子一段 想不起来 没事标点符号很容易数 逗号 句号 还有呢 分号 对 冒号 探号 问号 探号 省略号 输引号 阔号 还有呢 顿号 着重号 连接号 间隔号 专名号 破折号 引号 对 应该就是16种 16种 完全正确 好 再来看你的第五题 按照风级评定 下面哪种风最大 A 飓风 B 暴风 C 裂风 D 狂风 A 飓风 当飓风吹过的时候 可以说是海浪滔天 摧毁力极其大 对 你的回答是正确的 好了 现在请上小妮把开心大印给你送上吧 恭喜你 这个热烈的掌声一定要送给我们的一号全首顾小镇 你用自己的实力实现了家庭梦想 你要亲自来领吗 来 打开我们的开心百宝箱 拿出自己的开心印 来 掌声送给谷小镇 谢谢 在这我们要特别感谢文房阅读器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现在电视上有各种各样的广告充斥着 很难有那么一个广告能真正深入人心 但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条广告 到现在我都对于那个广告中的形象 那首歌都记忆犹新 哪一个 烟雾 烟雾 一曲隔来一片气 不过小妮我觉得是我唱得很难听 是我小时候听到的 那个时候你在哪啊 这个记忆属于所有80后70后的人 我相信90后的孩子们可能不太熟悉 因为我是1983年出生的 这个广告是在1986年拍摄 大概从86年一直到90年这么几年的时间 一直在巡回播放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长寿 也最深入人心的广告了 而且我还记得那个广告当中 有一个小伙子 完全是大手笔都在那儿舞动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他现在在干嘛 他现在来到了开心词典 他今天呢已经在后台准备好了 以当时的装束 当时的扮相 手拿吉他准备来答题了 掌声欢迎 我们的二号选手 欢迎二号选手 苗浩君有请 哇大家对你实在是太熟悉了 欢迎你 你好 你好你好 显然就有点发福了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小鸭 你好你好 我们特想看一下 这个原版的燕舞 来 让时光倒流 呼 1 2 3 4 烟雾 烟雾 一起过来一片晴 烟雾 烟雾 一起过来一片晴 天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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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过来一片晴 天舞 天舞 一起过来一片晴 好像时光倒流 巴路所有人都拉回了那个时代 是是是 6年到现在已经有23 24年了 对对对 当时是一位中学生 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请你来吗 为什么 当然这个燕舞的广告给大家都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当然这是20多年前的 是的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也就是30年的历史 其实在那个时候 当我们看到燕舞广告出现在电视机前的时候 也正是我们国家从这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双轨制开始过渡的时候 可以说这一个燕舞的广告是见证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一个发展的轨迹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你请到了这里了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历史的事实感 对我们从国旗说到了经济 其实历史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留下烙印的 那么对于浩军来说呢 给他的烙印就是改变了他的人生 为什么呢 自从这个燕舞广告播出以后呢 他已经让全国人民都认识了都了解了之后 他决定当演员了 随后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现在呢是一位影视演员 对对对 就这样一个广告改变了他的人生 首先改变了他的人生 我相信也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 对对 包括我的人生 我当时真的是影响特别来 因为小时候特别孤僻 不太喜欢玩不太喜欢闹 但是虽然我学不像 但那小时候我现在已经忘了 小时候每天呢看着广告的时候 就会不停地跟着学 也头一会知道什么叫吉他 也没怎么接触过 没关系我在现场可以教他一下 让他把那些感觉跟我一块表现一下 大家唱好不好 我行啊 掌心来来来来 来这个维族的燕舞小子啊 他维族 哦他是你是新新疆人啊 是我怕我这个燕舞唱出来有点维族 没没问题 没问题 来一拜啊 我给你我给你变着啊 一拜 一 二 三 四 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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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曲隔来一片情 目前还是没有你的味儿 你得知道知道我啊 这感觉让我觉得像是羊肉串没卖完 你说今天一天你知道 我觉得小明要唱这个烟雾的话 应该是走另外一种感觉的 是不是宛约派的 不是 应该是新疆派的那种感觉 哦 来我给你表演一下 我觉得 你来表演一下 不用不用拿吉他 我觉得这个感觉 我刚才在他那种感觉中 能找到这种非常微妙的 来你试一下 现在正在向导演转型唱 他其实应该是这样唱的 应该是 一 二 三 四 烟雾 嘿 嘿 烟雾 嘿 嘿 嘿 一起搁来一片情 烟雾 嘿 嘿 嘿 烟雾 哈 哈 带着你的嫁妆 带着你的妹妹 一起搁来一片情 耶 你 你不要再有逛逛了 这种感觉才是一样的 你知道的 哎 当时这个燕舞厂家 为什么没向你 征求一下创意啊 比如说销售到新疆地区的 就用这样的方式吗 就是每个地区 都融入一些地方的特色 而且它真的特别有表演天赋 哦 就是说到新疆 我用这个阿凡提的感觉 是 到了西藏 到西藏用这个 卓马的感觉 卓马的感觉 啊 啊 那就又得改掉了 是 是 但是不知道你今天答题 是什么感觉 哎呀 今天 你答题感觉良好吗 哎 今天答题 我很有细心 因为这 活到现在 我一直是自信 是成功的一半 这个 这个座右铭来约束自己的 但是呢 呃 我就为了增加自己的细心 啊 一个人的力量 是不够的 啊 你还叫谁来 三个人的力量 才好 但是呢 不要拉拢我们 但是你们不是我的亲友团 哎 亲友团在哪里 我今天带来了 录音机 带来了 哎 你跟录音机摆在那 就是他的亲友团 不是 带来了我们开心词典 这个播出以来 这个参加这个比赛的 最小的亲友团 哦 是吗 哎 是我的一岁半的女儿 啊 文文文文 呀 耶 你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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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跳舞呢 小燕舞 这叫 给爸爸加加油 哎 文文叫爸爸 哎 好好 哎 太好了 啊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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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力量太大了 对啊 这太有力量了 你知道 这来多少个亲友团 比不上这一个呀 没错 嗯嗯 那这样 在文文的鼓励之下 我们就赶紧开始 昊君的开心 一对一 昊君在女儿的陪伴和鼓励之下 开始他的答题 来看第一题 自由女神像高举火炬的是哪只手 A 左手 B 右手 这是燕舞的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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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自由女神像应该是 左手 左手 确定吗 我想想啊 他这手拿的是 献法 那手拿的是火炬 应该是吧 但是从男左女右来想的话 他应该是拿着右手 咱们就按男左女右走吧 拿着右手 右手 确定吗 确定吗 好 来看这幅图片 自由女神 恭喜你 完全正确 用手 你看你家闺女给你鼓掌呢 是吧 哎呀 她还没去过那呢 我的家庭梦想就是带着家一块去周游世界 你知道 现在的事 家庭梦想是周游世界 对 虽然我去过自由女神那点了 但是我的孩子还没有去过 以后会有机会的 不过他这岁数去也记不住哈 不过去总比不去好 对 第二题 三杨开泰是指 A 冬去春来 B 夏去秋来 C 秋高气爽 也就是说是哪个季节 对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 冬去春来 冬去春来 通常我们在很多过年的节目 拜年的节目当中都能听到 什么三杨开泰 对 什么万象更新 万象更新 你知道 确定吗 确定 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 三杨开泰是冬去春来万象更新的日子 好 再来看第三题 好 人造地球卫星的温度控制系统 那肯定应该是一个经常静止的状态下的 来效仿到温度 蛇 它肯定是到处跑 蝙蝠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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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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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ok ok 接下来呢是观众为你出一道题 你来选一位 哦 这有一位韩国老师是吧 嗯 我们俩岁数差不多 可来就 哎 那就选个韩国老师的吧 出题人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小妮 今天呢我要继续搜索我们场外的考官 只要你出一道题难倒我们的选手 你就是我们最棒的考官了哈 你藏在哪里跟我找找看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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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的朋友是吗 对 就是我们开心词典呢 嗯 正在寻找我们场外的出题人 嗯 你给我们的选手出一道题 哪一种全自动洗衣机耗水量最少 下列哪种结构的全自动洗衣机耗水量最小 哎呦 A滚筒是B 搅拌是C 波轮是 应该是 波轮洗衣机 你这是厌武收入机 不是波轮洗衣机 对 还是波轮吧 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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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筒 滚筒 你的这个改变太突然了 你可以说一个理由 随着我们的社会在迈进 科技在发达 滚筒洗衣机已经领先了滚筒洗衣的潮流 我觉得你怎么特别像在做洗衣机广告啊 从收入机做到洗衣机啊 但是我 我的我的我的朋友有人现在用他的滚筒洗衣机 确确实实时间又短 而且水量又少 这是他的一大一大一大进步 你确定吗是哪一个 哎 刚才我确定的是哪一个 你问我 滚筒 滚筒式 嗯 呃 这个滚筒式的洗衣机耗电量非常大 对 不环保 对 它的用水 耗水的量是多少呢 大概是70升左右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搅拌式和这个波轮式 搅拌式 搅拌式和波轮式他们的这个耗电量呢差不多 嗯 但是呢 他们俩的耗水量是多少呢 也差不多 是150升左右 所以省水的是滚筒式 完全正确 滚筒 滚筒 一曲歌来一片情 太好了 继续 谢谢 这是你的最后一题啊 第五题 还有一个到题吗 对 嗯 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英历新年 以下哪个少数民族的英历新年 总是比汉族的春节早一天 A 逮族 B 壮族 C 藏族 D 土家族 哎呦您这题太偏了 对于一个少数民族经常去的地方 但是我真的没有仔细看过这些东西 但是 嗯 我想 嗯 一个字不选少 两个字不选多 三个字正合适 应该是D 这是完全是蒙的啊 这是我觉得蒙的 土家族 我没有去过土家族 但是土家饭我吃过 很香 确定 藏族是 藏族是藏历 应该是比春节都要晚 哎 壮族和太族 壮族呢 都是 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地区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 那个 经纬度差不多的那两个地方 所以说我觉得土家族算是 应该是可能的 唯有这道题 你没有从B改到C C再改到A 你直接回答的是D 土家族 对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不是A 不是歹族 啊 也不是C 藏族 你一开始就排除掉了吗 是的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嗯 D 土家族 你啊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开心大意 谢谢 来让小妮给你送上 谢谢 开心大意 小妮啊 摆着你的假装 摆着你的美美的 我觉得 我建议你现在跳出舞 跳到你的那个百宝箱去 亲自打开 对 你得验舞 你的家庭梦想在这里 真的 哇哦 哇哦 开心应就藏在我们的4号箱里 恭喜2号推出 谢谢嘉宾分享 两位选手 都特别的伸手不凡 是 获得了两个开心大意 没错 他们都实现了家庭梦想哈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文房阅读器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也特别希望我们场外的观众 能够把你的梦想也告诉我们 嗯 让我们也帮您实现梦想 方法很简单 全国的手机用户 发送字母T加上你的家庭梦想 到1066999933 参与有奖互动 实现家庭梦想 那好 第三位选手 会是谁呢 他曾经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呢 现在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三号选手 有请三号选手 赵文生欢迎你 赵大姐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来 谢谢 这个说到一种人 叫做杂志封面人物 大家一定特别不陌生 因为现在杂志太多了 有各种明星 有政治家等等等等 但是大家能想象吗 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也有杂志封面人物 但是他们可能恰恰不是我们现在 这个一般意义上的杂志封面人物 他们真的是当时社会的中流砥柱 比如说都是一些劳动模范 或者是先进等等 这样的一些特别优秀的人 来 我们先看一看这本杂志 这是1972年11月的人民画报的封面 封面上的这位女主人公 就是现在站在大家面前的 我们三号选手赵恩生 我特别希望赵大姐 您现在也做一个同样的姿势 尽管这个 这就是您当时是在干嘛 当时是在警场上班呢 钻井队 是石油女工人 对 是共和国的第一代的石油女工人 女子钻井队 女子钻井队 对 那个时候怎么会成为杂志的封面人物 有没有什么小故事藏在后面 为什么偏偏选了您 这个我们这支女子钻井队啊 是当时是我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 哦 所以呢 当时很多人是对我们呢 特别关注 都来我们女子钻井队 参观呢 采访啊 这样呢 这一幅照片啊 就是当时的一个部队的记者 当时拍照 嗯 我特别好奇 那时候您在喊什么 是我也特别好奇 当时您在喊什么 我我我可以联想一下 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工作了一天特别辛苦 然后到饭点了 开饭喽 大家都来吃饭呢 啊 是这样吗 好像当时没想那样 那个时候吃饭没那么兴奋 一般是开工了会这么信任 是吧 那个年代 充实这种工作的激情 那时候的人真是 但是您真的能想得起来 当时喊的什么吗 好像就是 哎 哎 好像好像 充满的活力 是的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珍贵 看到过去这么多年了 现在赵大姐您在做什么 嗯 现在我退休了 退休了 我在石油化工研究院图书馆工作 嗯 嗯 后来您在这个油田当了多少年的钻尽工 我 去了六年 啊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很难想象 那个时候赵大姐您特别特别的年轻 十几岁 哎呀 我是 将近二十岁吧 将近二十岁 那还没到二十呢 对 哎呀这个时候焕发出这种青春活力 那种对国家贡献的那种迫切的感觉 真的是 那时候的人 是 谢谢啊 现在感觉也还是轻生活力的啊 而且她今天带来的这一支亲友团 也相当的有活力 据说这是今天我们开心赐点 阵容最强大的亲友团 来 亲友团 招招手 你们好 哇 哎呀 都是钻井队的吗 全是我们女子钻井队的 我觉得有必要大家 哎那有一位男士 哎 您不是吧 她曾经也是我们女子钻井队的 她在女子钻井队当党代表吗 不是 她是 她曾 搞技术工作的 搞技术工作的 您真有福气 跟那么多美丽的姑娘在一起工作 您肯定那个时候比谁都有尽头 是吧 哎 今天这个女子钻井队的这些队员嘛 现在都已经是阿姨们 但是我真的觉得她们特别有活力 特别年轻哎 你知道她们什么时候最有活力吗 她们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 但是她们真正焕发光彩的时候 来 我们一起见证一下 掌声有请 演唱歌曲 打子 sound 拍攝 掌声ulos 演唱歌 演唱nova 春天 秋天草原 我们是新中国的女村妇 像她的海人 阳光太阳 她不坏诱惑 一根盛光大叶 天井山带带船 空心向太阳 开开道不永远相见 空心向太阳 开开道不永远相见 真的是活力用什么来体现 是一种心态 而且我也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我相信所有的电视机前的年轻人们 也永远记得这些难忘的画面 谢谢各位大姐 还有那位大哥 那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三号选手的开心 一对一 张大姐 那我们就开始答题 来看第一题 这是我们大家都需要了解的一个小小的常识 就是睡觉的时候身体沿着哪个方向更有利于健康 A 东西向 B 南北向 也就是说头是冲东西呢还是冲南北更好 冲南北可能是 南北 你的回答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这样人体内的细胞的电流的方向 和整个地球的磁力线的方向 它是一个平行的状态 如果说你是冲东西的话呢 它就是有一个交叉 那么如果你是冲南北呢 它就是都是这样子的 继续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也是很有意思 我国古代收兵 明的是什么 A 谷 B 炮 C 罗 全是罗吧 是罗吗 确定吗 好像是 好像是 我觉得赵大姐答题的时候 完全不像在那个钻井台上 大声喊的时候那样 仔细一点 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 两道题的回答正确了 来看第三题 两有不齐当中的有 是指一种很像骨子的野草 这种野草是 A 车前草 B 狗尾巴草 C 含羞草 狗尾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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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大声一点吗 B 狗尾巴草 完全正确 我觉得铁姑娘 其实就是铁姑娘 她特别自信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赵大姐是采用了一种 特别低调的方式 接下来是第四题 视听题 观众朋友给您出题 您选哪一位 有两位已经被选了 还有商人和美术老师 商人吧 商人 大伙都笑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呢 是在桂林 那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 是这里非常有名的一个景区 叫做两江四湖景区 这是桂林非常重要的一条水系 这个水系上面 建有很多风格迥异的桥梁 比如说我现在所在呢 叫做杨桥 它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建筑风格 比较西洋化一点 所以才叫杨桥 我们的出题人大搜索 开始咯 有一家三口 我们去采访他们一下 你们好 对不起打扰一下 采访一下 您是桂林人吗 我不是桂林 我是邻川 也是广西的吗 对对 你们在这里是工作 还是来玩 在这里啊 这里玩一下 这是爱人 还有孩子 一家三口 特别幸福 但是我要打扰你们一会儿 因为现在我们开心此点呢 正在进行这个场内场外的连线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小鸭和我们的选手 正在等待你们出一道题 现在你就是考官了 出一道题给我们的选手 出一道题啊 请问那个血液中的血浆是什么颜色的 啊 血液中的血浆是什么颜色的 这个没法亲身验证哈 不知道我们的选手 你知不知道答案 请作答 血液中的血浆是什么颜色的 A浅红色 B深棕色 C浅黄色 血浆是什么颜色的 比如说水浆当中 我们会知道有红细胞 有白细胞 有这样的一些 那么雪浆本身是什么颜色的 可能是浅红色吧 是哪一个 A浅红色 你确定吗 确定吗 确定浅黄色 跟您身上的衣服 有点接近的话 浅黄色的 可能是 您的回答是 正确的 浅黄色的 现在还有两个箱子 您还有最后一道题 来看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有一项扫盲奖 是以一位中国人命名的 这个奖项是 A 孔子奖 B 蔡元培奖 C 鲁迅奖 D 叶顺陶奖 扫盲奖 扫盲奖 可能是 C 那个鲁迅奖 为什么扫盲是鲁迅 我觉得 我是有点 懵 但是我觉得 好像是鲁迅奖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非常遗憾 非常遗憾 但是 但是 赵大姐 你因为答对了四个题目 所以 你有机会猜一猜 在剩下的这两个箱子当中 家庭梦想 在哪个箱子当中 我们请上小妮 在开心词典上 想要去实现家庭梦想 当然是要用实力了 但是如果说 稍微有一点 闪失答错题 怎么办 没关系 看您的运气 赵大姐 只要您最后 能够猜出 开心隐藏在 哪个箱子里 家庭梦想还是给您 不让您失望 好不好 来 您别看我的眼睛 您看着箱子 我不会告诉您答案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是在一号里呢 还是在三号里呢 但是我可以掂量掂量 您猜猜 您猜猜 一号还是二号 一号二号 一号二号 我猜 一号 你手就指过去了 一号 您就这么肯定在一号吗 我 我就碰大运吧 您碰大运 万一碰不着怎么办 碰不着那就 赵大姐的姐妹们 给家加油呗 好 多有精神头啊 人生总是难免风 没关系 我们没有运气 我们下次还可以继续再来 但是如果有运气呢 我们就送给您 开心实现您的家庭梦想 恭喜您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 我还要是 摆成一个重伤 哎 她摔了七处骨折 骨盆都摔成粉碎形 我想送给她一把电动按摩椅 我在想赵大姐说的 这一位来自天津的知识青年 肯定曾经是大姐的同事 我在想各位亲友团的朋友 跟她都很熟悉 是吗 这样吧 我在想此时此刻 她一定在看电视 赵大姐 您就代表着这么多她的同事 给她说几句话吧 美丽 我们大家都特别想你 我们都希望你生活得更好 家庭幸福快乐 永远快乐 我有些时候特别感动 因为我觉得 曾经我们说那个年代 好像经济不像我们现在那么繁荣 我们的生活也不像现在这么富足 但是呢 每每我们回首过去的那一段时光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特别值得我们珍惜 特别美好的事情和感情 我注意到赵大姐的亲友团们都在掉眼泪了 不仅是因为那位叫美丽的大姐 我在想可能大家共同的都签出了一段 对自己青春岁月的一段回忆是吗 真的你们现在这么年轻那么有活力 我觉得那段历史对你来说特别好 特别值得 我和小妮作为年轻人 我们祝福各位大哥大姐 谢谢你们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和发展 奉献了你们的青春 谢谢 谢谢你们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你们的 你要永远记得 谢谢你们做出的每一次奉献 谢谢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文房阅读器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也特别欢迎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踊跃地报名参加我们的开心词典 成为我们的选手实现家庭梦想 其实方法很简单 只要你发送短信CCTV至10658000 订阅央视手机报 开与全国选手的选拔活动就可以了 前面三位选手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家庭梦想 那么今天压轴的这位选手会是谁呢 可能大家对他的相貌不是很熟悉 但是大家对他的作品一定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没错 刚才看了这个三号选手之后 我就有一种感触时光总是无情 那所有那些为祖国的发展奉献出亲生和生命的人呢 可能都在慢慢地老去 有一些画面我们需要用大脑去记住它 但是同样也有一些美丽的画面 我们可以用相机来把它永远留住 接下来我们上场的这一位选手 他就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家 来 请上我们的四号选手 谢海龙先生 欢迎您 谢先生 谢老师您好 谢老师您今天就要把自己最心爱的照样机给拿到台上来了 因为这几乎是谢老师的一个 就是他在哪儿 这相机就在哪儿 必须的 必须戴上 就像小鸭刚才说的 可能大家对于谢老师不是那么熟悉 但是提到谢老师拍摄过的作品 大家一定都会 哦 原来是他 来 我们看一下 嗯 来看大屏幕 这部作品大家一定再熟悉不过了 大眼睛的女孩 还有这个 小男孩 大眼睛的男孩 有的孩子叫他是 小光头 小光头 还有这个孩子 大声朗诵的一个孩子 这孩子大家管他叫大鼻涕 大鼻涕 还留着鼻涕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非常生动的一些照片 也正是因为这些照片呢 让很多孩子呢 继续圆了他们上学的梦 希望小学 希望工程 现在很多爱心人士呢 都奉献出自己的爱心了 这个呢 我们要感谢谢老师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呢 也都是谢老师的作品 多少年来了 作为记者 作为一个摄影家 他始终都是把镜头对准 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那些还在困难当中的人 他的镜头其实 就是一个鼓与呼的机器 我觉得 不断在呼唤着人们的爱心 良知和正义 真的 谢老师 这些年来 走南闯北 每次给谢老师打电话 谢老师说 我在哪儿 在哪儿 在哪儿 好像都没怎么在北京啊 我特别想知道 谢老师为希望工程 以及像希望工程这样的工艺事业 一共拍摄过多少张照片 有数吗 没有数 没数 一直在拍 一直在拍 无限地拍 对 拍记录他们的这个成长过程 哎 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想等到了一天的时候 我拿出一组 反映农民工兄弟的影像来 让全社会都来对他们 对社会的这种贡献 给予肯定 我希望能够有一个 小型的摄像机 太好了 明白了 不光要平面地 要立体地去呈现他们的生活 是吗 影像 您做这个画展的时候 我和小妮都去给您 当义务的讲解员 是 就是不值得答题 怎么样 别紧张 您放松点 马上进入我们四号选手 谢海龙的开心 一对一 今天压咒是摄影家谢海龙老师 现在我们就发第一集 在发生火灾 室内停电的情况之下 应该朝着有光亮的地方逃生 对吗 A对 B不对 发生火灾 同时又停电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 有光亮的地方走 B 不对 为什么 有光的地方 因为 它是火大的地方 没有什么 没错 火大的地方 因为室内都停电了 所以火大的地方 才会是有光亮的地方 干嘛往那跑呀 对 所以正确的做法 应该找到安全通道的位置 恭喜你完全正确 开了一个好头 来看第二题 床罩的颜色 对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情绪急躁的人 是以选择什么颜色的床罩 A 橘黄色 B 淡红色 C 嫩绿绿色 橘黄 A 为什么 我觉得我要急躁的时候 我多看点嫩绿 我就不急躁了 这肯定就 这是第一 淡红这个颜色 也是让人心情非常舒畅的 反正我感觉橘黄 看着我就 我就有点 有点有点激动 因为我经常会看到那些个 在马路上 在交通啊 或在那个危险的那地方 都是有一些穿着橘黄色衣服的 反正就特别提 那情绪就容易更 更 那情绪都急躁了 还要火上浇油啊 您的意思 不是 他不是情绪急躁的人 适宜 哦 情绪急躁的适宜 选什么颜色 对 对 那就是嫩绿的C啊 就是啊 选C啊 对 您的回答是正确的 对 刚才差点把题看法 就是嫩绿最好 嫩绿最好 两道题回答正确 来看第三题 鹤 体态优美 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鸟 鹤单腿站立的原因是 A 减少体内温度的散失 B 便于随时起飞 C 炫耀 从而吸引异性 从而吸 血药 从吸引异性 减少体内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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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于随时起飞 我先把C应该排除掉 嗯 又没事 第一件事 先是生存 没事老吸引异性干什么 第二呢 在A和B之间 我还是选择 A 减少体内温度的散失 减少体内温度的散失 这是人的生理的第一的 一个自然的情况 应该是 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 就是在沙漠里 有一种虫 那种虫子不大 可能也就这么大 一种虫 因为沙漠特别热嘛 那个沙漠正午的时候 被那个阳光照射的 都特别烫 那种虫子 它就是单腿站立 因为太烫了 太烫了 它就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这样 十分钟一换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一样的 您的回答是 正确的 哎呦 现在谢老师 已经答对了三个题了 所以已经有机会 试试您的运气了 接下来是观众朋友 给您出题 没有选择了 只有请这一位美术老师 来出题 三访七项 顾名思义嘛 我现在就在其中的一项 叫做功项 我们来探访一下 我们的出题人 有没有藏在这里 跟我走走看吧 老师 老师您好 老师 今天除了您要给孩子们 上课这个任务之外呢 树小泥 给您也布置一个任务 因为现在我们开心 此典所有的现场观众 和主考官都在看着您 您作为场外的一位考官 给我们的选手出一道题 好不好 那出这个世界名画 跟画 跟您的专业有关 文艺复兴时期 这个一张名画 叫《门拉丽莎》这张作品 《门拉丽莎》身上 她穿的是一件什么服装 这是根据科学家 这个研究出来 往之后 她这个来考察大家的 关于《门拉丽莎》 我们出过很多题 比如说 她有没有眉毛 比如说 她是左手在前 还是右手在前等等 那这次的题目是 科学家利用三维成像技术 分析得出 名画《门拉丽莎》当中的 《门拉丽莎》穿的是一件 A 晚礼服 B 孕妇装 C 婚纱 孟拉丽莎的微笑非常神秘 曾经的历史上 有科学家 以科学研究的方式介入 有过三次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 一九五二年 还有就是这一次 他们研究《门拉丽莎》穿的是一件什么服装 现在是谢老师的第四题 非常关键 已经接近正确答案了 我们在《门拉丽莎》 最后的《门拉丽莎》 我们在《门拉丽莎》 看 选B 就 就 就怀孕的时候最漂亮 您真的是艺术家 您的回答是 正确的 她穿的是一件非常轻 质地很薄的孕妇装 那么她是通过三维成像的技术 也就是把它还原成一个立体 所以呢 可能通过测量各种尺寸吧 能够推展出来 这是一个孕妇装 好 再来看您的最后一题 第五题 这一题也非常的有意思 下列图片当中 哪张人民币流通的时间最长 A B C D 使用的时间最长 我知晓老师这道题对您来说 应该是 嗯 答得对 可能让小妮打有点困难 我选 C 您确定吗 我确定 我确定C了 确定吗 嗯 这道题答对 您的家庭梦想就实现了 要是打错的话 就没了 就没了 没了就 那就选 选B 她 她说了算 您真是急死大伙了 掌声已经说明了 选择B 您的回答是 正确的 正确的 来 我们请小妮给您献上开心大印 我觉得干脆利落地帮您把这开心印拿出来 恭喜您实现了家庭梦想 这是谢老师在我们开心字典答题赢得的家庭梦想 家庭梦想呢是为一些拍摄这个农民工等等等等这样的照片呢 能够留下更多的影像资料 需要一个摄像机 嗯 我相信今天以前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也特别的想要参与我们的开心字典去实现自己的家庭梦想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 全国的手机用户编辑字母T加上你的家庭梦想到1066999933就能参与有奖互动实现家庭梦想了 感谢谢老师 也感谢您的一张照片 那个大眼睛的姑娘唤起了许许许许多多人的爱心 谢谢 同样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感谢文房阅读器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祝全国的电视观众笑口常开 幸福永远 我是小鸭 我是小妮 祝你开心 祝你幸福 再见 再见 喀两下 喀两下 就已经散了 也不会至于太散 干嘛 尝尝吧 我身体就这样 不着急慢慢来 小心切着手 当然这种提醒也是多余的 你也是老手了 就是 说的好听点是麻利 说的难听点那就是手忙脚乱 没错 我听那边的刀一响 我就着急 您就着急是吧 您着急了 我再想想 哈哈哈哈 口水就流下来了 别留在这菜里 你来说门 我看你那边啊 你去帮我 你去帮你